郭文貴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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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138宗是核酸檢測陽性個案 和135宗是快速檢測陽性個案 總數是273宗 在今日的個案裏有27宗的輸入性個案 學校來說是長假期的學校 有三天都沒有上學 今天我們收到34個陽性個案 這34個個案影響了32個學校 有31個學生和3個職員 在元朗那間某單、金國相品、火鍋、散散鍋 有多8位個案曾經在那裏吃東西 這次在餐廳的傳播 其實都是跟我們較早前 即是在第五波初期的時候 知道的Omicron的特性其實就差不多 因為其實Omicron的傳播性是非常之高的 在一些不戴口罩的情況下 比較有一些這樣的傳播 在我們都是預期之內 所以大家都是需要 特別去一些不戴口罩的地方 就一定要打齊針 我們餘下這50天 本屆政府仍然有大量的工作 是要做的 第一當然是我們從來都沒有 或者是堕爛過的 所有的立法工作 或者跟立法會互動的工作 都是進行著 在這裏我特別是要感謝 立法會有關於取消強積金對沖這個法案委員會 在上個禮拜應該是5月5日的會議上 已經是完成了逐條審議 換句話說這條條例草案是有望 在6月中可以提交給立法會 是恢復二讀和三讀 所以我對這個 拿到這個進展感到非常之安慰 亦都需要對立法會的所有議員 表示致謝 第二個工作當然是繼續穩控這個疫情 亦都讓香港社會能夠有秩序地伏上 自從上個星期在這裏 和大家交代過疫情之後 整體的情況都是很穩定的 每天的個案都是徘徊在二、三百這個數字 昨天的數字就更加是三個月以來的最低了 看來會停留在這些水平 是會有一些一日與一日之間的波動 但是這一種的情況 並不影響我們早前公佈了的逐步 放寬這些社交距離措施 所以在5月19日 第二階段的社交距離措施將會落實 第三個工作就是儘管我們見到 社會上的經濟活動好像有些活力 餐飲業都做得不錯 零售也有多多生意 但是我們早前公佈有關於支援企業 和支援香港就業情況的工作 會繼續加把勁地做 所以在接受申請或者撥款方面 我們都會盡快去做 以2022年補就業計劃為例 我們一共收到14萬僱主的申請 在這個申請裏獲得保障的僱員 總數是120萬 另外也有10萬個申請來自自僱人士 同時告訴我 首批成功可以批出這個補就業 大概是4萬5千名的僱主 將會在今天獲得通知 發放他們在5月份的補就業工資補貼 總的金額是23億元 其他的陸續有關於補就業計劃也好 或者臨時失業支援計劃的申請 我們都會盡快撥款的